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大家继续做课程回顾 那么上节课讲了第三章第一节 知识点内容是相对比较多的 那么在课前我用快速的给大家再做一下课程回顾的重要知识点的一个串讲 那么第一个内容必须招标的项目范围规模标准 这是两个知识点 项目范围是什么 涉及到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国际利益的项目 这个时候必须要进行招标 对不对 选择优质的参见单位 然后顺利的完成我们影响比较大的 对社会影响 对国家影响 对国际影响比较大的这些工程 都需要在我们必须招标的范围之内 那么必须招标的规模给了大家一个口诀 还记不记得告诉你了 一半一半又一半 再加一个三千万 施工是二百万 那么与建筑有关的材料设备一百万 那么服务类的是五十万 总投资额三千万以上的需要进行招标 这是规模标准 那么可以不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 这里啊 可以不进行招标的 我也给大家写了一个简记 怎么说的 安全秘密如专利 扶贫振灾来不及 自建自贡很牛气 功能配套是核心 啊 这都是可以不进行招标的 那么这个内容呢 要区分下边的这个邀请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 哪些可以工程建设邀请招标啊 有三点 第一点呢 说的是重点项目 它分成两个级别 一个是国家重点 一个是地方重点 那么国家重点项目呢 由国务院的相关部门 由中央来批 对吧 不适宜公开招标的可以邀请 那么还有就是地方的重点项目 那么地方重点项目需要省级的政府来批准 可以进行邀请招标 那第二种情况呢 是属于自然地域限制 然后技术复杂 对吧 有特殊要求 只有潜在 少量投标人可供选择的 那么第三种是公开招标所用费用占项目金额比例过大的 那么这三种情况可以进行邀请招标 一定要区分这个可以不招标的啊 那么这两个内容在我们18年的二集出了一个题目啊 大家呢 要重视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不招标和邀请招标的情况 那么两阶段招标各阶段招投标人的工作内容 两阶段招标那是因为技术复杂无法精确的拟定技术规格 那么招标人想干的是他无法完成招标人的编制 所以分成两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呢是征求建议的阶段 向所有投标人那么希望或者潜在投标人呢 征求这个技术建议完善招标文件 所以这是第一阶段的工作成果是招标文件的完善 那么第二个阶段再由所有的投标人提供建议的投标人 那么将最终的方案和报价提供给招标人 所以这是两阶段招标啊 那么招投标交易场所 那这个交易场所不能和相应的这个政府部门有隶属关系 不能以盈利为目的 那么鼓励的是呃电子信息化 对吧 全过程电子化的这个招投标 数据的形式和纸质形式具有同等的效力啊 大家呢简单了解一下 那么招标的基本程序大家要掌握啊 那么第一个是什么 所有的项目都要有政府的核准 那么相应的政府要审批 所以要有项目核准 然后自己能干的不委托招标代理 自己不能干的委托招标代理 所以招标代理并不是必须的啊 那么编制招标文件及标底 发布招标公告或投标请书 资格预审 开标评标 中标签订合同啊 这些是我们整个的招投标的程序 那么核准 核准什么内容 核准的是项目范围啊 核准的是这个呃 招标的组织形式 对不对啊 招标的范围组织形式和什么 和还有一点啊 记不清了啊 记不清了 招标代理机构 招标代理机构 大家知道不是必须实施的啊 如果招标人有足够的 经济技术方面的专家啊 与他要干的事情 与项目相适应的经济技术专家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以不委托招标代理 自己去组织评标 组织招标文件的编制 那么招标文件有哪些内容呢 主要是标准和要求 对不对 评标的标准啊 对投标人的标准 对这个技术要求 对吧 都是在招标文件里面 要写明的啊 以及这个 你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 都要在招标文件里面啊 要表达清晰 那么招标文件发售的时间啊 大家知道 这个之前我讲过是 不少于五天 然后澄清修改 不少于15天 对吧 所以整个从发售招标文件 一直到投标截止啊 是最短不少于20天 这个大家要知道的啊 这个要掌握这个实现 那么标底 标底要有的话 只能有一个 可以没有啊 作为评标的参考 那么我们说招标代理 如果编了标底的话 针对同一个项目 就不能够再为投标人提供咨询 发布招标公告或投标请书 那么这个要看招标的方式 如果是公开招标 就是发布公告 如果是邀请招标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投标邀请书 所以大家呢 要区分这两种情况啊 他他发布的形式是不一样的 看招标的方式不同 那么资格审查两个阶段 一个是预审 一个是后审 那么资格预审是在开标前 资格后审是在开标以后 那么预审没有通过的 那这时候呢 我们说招标人也要发送通知 告诉所有通过的 以及未通过的所有投标人 这是预审 那么后审呢 如果后审没有通过 那么这时候就是否决投标 一般预审的情况 不再做资格后审 开标 这个程序呢 也很重要 开标是整个招投标程序 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那么我们来看 开标的时间地点 都是在招标文件中 预先明确的时间和地点 参与人员的相关要求 我们说谁来主持啊 招标人 对不对 招标人主持 投标人来参与 当然投标人可以不参加 参加是权利 不是义务 那么招标人不予受理的情况 要大家掌握一下 什么情况下 招标人不予受理 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啊 未按指定要求密封的 逾期送达 未按指定地点送达 资格预审没有通过 这四种情况 我们说都是不予受理 实际上 这就是我们拒收的情况 对吧 啊 拒收的情况 那么 招标委员会的组成 五人以上单数 对不对 五人以上单数 还有就是 经济技术方面的专家 要占到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啊 那么拼标报告是拼标委员会的工作成果 那么他最闪光的一点 就是他要说明中标候选人 他要推荐这个中标候选人啊 那么不超过三个中标候选人 而且排序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投标人的澄清和修改啊 澄清和说明 那么这个内容呢 实际上 他是一个被动的动作 可以说投标人 他不能主动的找评标委员会去进行说明 只有当委员会要求 投标人做澄清说明的时候 那么可以对这个投标文件的内容做澄清说明 而且澄清说明也不能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 否决投标的情况又是一个重点啊 大家要掌握 那么否决投标哪些情况 我们看一看 投标文件没有 盖章没有签字啊 中间是和对吧 和都没有做的是否决投标 联合体的没有付联合体共同协议的 资格候审没有通过的 报了两个报价的 而且这个投标文件啊 招标文件没有要求提交备选报价 在这种情况下 你报两个报价 那就是否决投标了 还有什么违法行为啊 这就不说了 还有未对实质性的要求进行响应 投标报价低于成本或高于 这个最高投标限价的 这些情况都属于否决投标啊 大家对否决投标的情形要进行掌握 中标签订合同的实现 我们说中标是谁的权利啊 确定中标人 那它是招标人的权利 以什么方式体现呢 中标通知书啊 以中标通知书 发出中标通知书 30日内要签订合同 而且是不能违背实质性条款去签订 要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中标文件来签订合同 不能再违背相应的实质性条款签订另外的合同 禁止限制排斥投标人的规定 要大家掌握 那么我在讲这个内容的时候 因为也是比较多啊 它出生的篇幅啊 括弧一到括弧N 那么特意给大家了几个关键词语啊 比如说差别对待的就算是排斥了投标人 对不对啊 以不同的评标标准来限制排斥投标人 或者签订投标人啊 那么提供的信息有差别的 这就是差别对待 设定无关条件 指定供应商 还有非法限制形式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都是我们说限制排斥投标人的规定 相应的情况 那么大家对这个内容呢 也要进行掌握 最后一点 投标人 投标文件的内容 这是上级课下课的时候讲的最后一个致点啊 那么投标人一定是符合承接项目能力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那么他是不受地域或部门限制的 那么投标文件有哪些内容呢 说人说到人就是项目经理和技术负责人的简历业绩 对吧 还有你完成工程的机械设备 这些都属于投标文件的相关的内容 好了 那么很快我给大家呢 把上节课的内容啊 先做一个串讲 那么大家来做一做练习啊 这是上节课的内容 看一看这个题啊 根据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的规定 以下错误的事啊 看清题目 让你选错误的 给大家 10秒钟啊 看一看这个题 选哪一个 好 10秒 为什么说10秒 这已经足够了呢 因为这个正确答案呢 应当选什么呀 应当选A 就是错的 你看完第一个就知道错的 非国有资金投资 是不是 应当是可以 可以设有最高投票限价啊 那么这道题呢 错误的就是A 国有资金投资的是应当设最高投票限价啊 所以正确答案是A 那么BCD都是正确的啊 我就不再说了 咱们来看下一题 那么这个题呢 考察的整个的啊 开标过程的相关的内容啊 大家看一看 发生了六件事 最后问 不符合 招投标法规定的有哪几种 这个题需要大家呢 啊 这个题给给时间长一点啊 30秒 30秒看 123456啊 发生了六个事件 那么问你不符合的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这个题首先问法来讲 就是一种比较难的单选题目 对不对啊 要求你把123456全部吃透 你才能做对啊 所以说它的难度啊 可以等同于多选题目 好 有说大部分同学啊 选了三个 然后又选四个 基本上就是一半一半了啊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啊 看一下这个题目 那么在招标 第一个对不对啊 在招标文件确定的提交投标文件 截止时间同一时间公开进行 什么呀 开标啊 对吧 开标过程吗 这就是教材原话嘛 第一个肯定是对的 让选不符合的 不能没有一啊 没有一 那么第二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持 肯定是错的 对不对 招标人啊 不是政府来主持 这里当官的不不去主持这件事情 啊 当官不干这个开标的事情啊 是招标人自己来干 招标人检查 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 是不是有问题啊 上一课特意讲了 应当是投标人或者其选派的代表 检查密封情况 或者是公证机构公证 总之不能是招标人来检查啊 所以第二个 这个第三个也是错的 第二个也是错的 那第四 有公证机构在场 因此未记录开标过程 这个很显然是错的 对吧 应当记录 第五 招标人 仅唱出各投标单位的名称 及报价 那么按照常识判断 这个仅唱出 对不对 有问题啊 应当将全部招标文件内容做唱标啊 所以不是就给名称和报价的 所以这个第五也是不对的啊 第六 对开标过程存在意义的 为保证开标程序的流畅 那么在次日提出 那么招标人次日给予了回复 我们说开标意义是什么 当场提出 当场答复 对不对 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意义 上节课我讲了三个意义啊 一共四个 那么这节课呢 把整个这四个意义 到时候我会给大家呢 做梳理啊 那么所以这里面次日是有问题的啊 应当当场提出 当场作答 不能次日提出 次日答复 所以说 二 三 四 五 六 五个啊 应当选D 好 再看一看这个题 某件啊 某件事工程评标过程中 评标委员会对招标文件 按废标处理的情况 那就是否决投标 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考了你否决投标的情况 想一想啊 哪些属于否决投标的 咱们是做课前练习啊 像我刚才这种出题方式啊 让你选以下哪些不符合的啊 二三四五 这种方式是在我们建造师考试没有这么出过题目的 首先这种出题方式会很难 主要目的还不是望 为了让大家呢 能够全面的掌握支持点 这个题就很简单了吧 对吧 我看很多学员啊 很多学员都选对了 说废标啊 大家要看清题目 读完以后肯定有很多学员啊 各位你们肯定有很多人觉得这五个都对 你要看细一点 你就会发现啊 这里头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 提交了两个报价的方案 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要你提交备选方案 招标文件 那么按照他的要求提交两个方案 没有问题啊 所以C是不能选的 除此之外 那么A说没有盖章 没有签字 对不对 啊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低于成本 对不对 串通投标是违法行为 没有付联合体协议 应当选什么 应当是 A B D 所以正确答案呢 应当是这四个啊 除了第三个不能选 其他都是 都是这个废标的情况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给大家呢 做一个 之前的一个总结 啊 做一个之前的总结 好 那么接着上这个内容啊 今天的时间 也是很宝贵 所以我讲课的时候呢 也会相对的快一些 内容也是比较紧凑的 我们看投标保证金啊 这个内容是要求大家掌握的 那么教材呢 在这里面写的也是比较的 这个有矛盾啊 有矛盾 那没关系啊 大家记这个投标保证金的额度 这是要掌握的啊 这个额度 估算价 2% 项目估算价 2% 这是最高的 收取标准 但是还是不能超过 80万 啊 比如说一个 一个亿的项目 一个亿 20%是多少啊 想一想 一个亿的2% 200万吧 对不对 是不是超了 超80万 所以就交80万的啊 所以就交80万的投标保证金 对吧 啊 这个就比较简单啊 那么投标保证金 应当与投标有效期一致 它是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所以和投标有效期一致是正常的啊 投标保证金属于投标文件的组成 所以说它和投标文件是一样的有效期 两阶段招标 那么第二阶段提出 第二阶段我们回忆 上节课讲的提交最终报价和技术方案 对不对 最终的你的商务标和你的技术标 同时呢 也提交保证金 啊 不得挪用投标保证金 那么第五和第六啊 大家看一看 只剩这四种保证金了啊 第一个投标保证金 第二个履约保证金 第三个质量保证金 这个我们都会讲啊 一会儿会给大家讲到履约保证金 那么第七章会给大家讲质量保证金 在第七章第五节啊 讲质量保证金 那么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这个不作为重点给大家讲 大家知道这个保证金剩四个了 推行银行保含制度 不一定非得给现金啊 推行的是银行保含 那么其他的保证金一律取消 没有了 好了啊 这个就过了啊 这个就比较简单 那么投标保证金的没收的情况 大家试想一个问题啊 各位你们试想一个问题 投标保证金 对不对 是作为对招标人的一种担保啊 他首先是一种担保 那么他是向谁担保呢 向招标人做的 那么向招标人做担保 所以说这个保证金是为了保证 你整个投标人在整个招标的过程中 自觉的去履行自己的相应的义务啊 所以他向招标人做担保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看 有效期内这里说的是撤销其投标文件啊 那么你到底是想不想投 对不对啊 投标文件生效了 你要撤销 这个就属于对招标人的一种怎么说呢 啊一种违约了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保证金要没收的 除此之外啊 第二种是招标人最不容易看到的 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中标 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履约保证金 或签订合同协议 为什么呢 因为都已经中标了 确定中标人了 结果这个中标的人 他不愿意签合同 或者是不提交履约保证金 那么这种情况是最耽误招标人的时间的 对不对啊 所以他肯定要赔偿 做违约赔偿 肯定要把这个担保留下 没收投标保证金 那么这两种情况 大家要掌握 除此之外 也要掌握这个第八点 投标保证金的退还 什么情况下退还 啊 有两种 第一种是撤销投标文件 那大家要关注这个撤销 撤销 我上这课讲了 处于没有生效的阶段 才叫撤销 对不对 生效了叫撤回啊 这里说错了 撤回是没有生效的阶段 叫撤回 那么撤销说的是 以生效的投标文件 啊 所以这里看 撤回投标文件 那没有生效 所以这时候要通知招标人 书面 通知之后 五日内 退还 扩呼二说的是 最迟退还的时间 那么招办人 最迟应当是在 书面合同 签订后五日内 退还 中标人 及未中标的投标人 投标保证金 及同期存款利息 除了把本金退还 还有这个存款利息 也要退还 那么扩呼九 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逾期返还违约金 那就是说 签订合同五日了 都没有退还 投标保证金 那这时候 有一个逾期返还 对不对 逾期了 没有退还 五日都没有退还 那违法了法律 法律规的规定 那么你要交一个违约金 叫逾期返还违约金 好 看这个图啊 看这个图 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 什么时候 投标有下期 开始生效啊 法定的啊 那么一定是开标的时候 因为投标一截止 投标文件就生效了 这是法律规定 那么一般情况下 什么时候截止 一般都是在签订合同 对不对 我招标人 我最后的成果是什么 忙活了半天 经历了这些程序 最后就是为了选定 一个中标人 他跟招标人去签合同 所以说 一定是这个程序结束 所以签订合同 才是一个最终的啊 一个圆满的结果 所以这时候呢 作为投标保证金 他一般情况下 会约定截止时间啊 当然这个是 在招标文件里约定的 当然你也可以约定 发出中标通知书 去结束啊 但一般情况下 都是签订合同啊 那么投标有下期去截止啊 这个大家呢 要做一下了解 好 我们做一下这道题目啊 这个题的出题思路也一样 给了四个事件啊 具体实义如下 政府投资建设 市政路灯项目 给大家20秒啊 做这个题 招标代理费 谁来支付啊 这教材里没有的 肯定不会考到 但是我会告诉你啊 招标代理费按约定 可以是招标人来付 也可以是中标人来付 好 大家选完了啊 这个大部分同学选了 什么 选了B吧 啊 对不对 两个啊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题啊 这个 六千万估算价 是不是应该公开招标啊 没有问题吧 三千万嘛 有个估算价 三千万以上的 要招标的啊 那么 这个有问 有没有问题啊 第二点 三月三日 三月六号 有问题 对不对 五天 这里三号 四号 五号 六号 才四天 所以他卖 发售招标文件 这个时间是短于五天的 肯定是有问题的啊 所以这是错的 那么第三 招标文件 规定 投标保证金为 一百万啊 我们说六千万估算价 百分之二是多少啊 一百二吧 对吧 脑子转不过来啊 应该是一百二 那超不超过 呃 超过八十万了 对啊 所以应当是八十万啊 不应当是一百一百万啊 所以这个第三 肯定也是有问题 第四 三十二号 招标人队已发出的 招标文件 做了必要的澄清修改 投标截止 日期为同年四月二十五日 没有问题啊 澄清修改的时间 在投标截止时间 至少十五日 这里够了十五日了啊 三月二十 四月二十五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错误的 应当是选什么 两处啊 选B 好 大家再做一题啊 关于投标保证金的说法 正确的是 这个题我就给大家十秒钟啊 啊 很多学员 大部分学员还是选对了啊 啊 我们同学基础还是比较好的 给十秒钟都多了 只用三秒就可以做了 对吧 这个题 选错了就太不应该了啊 正确答案 A 那么BCD错在哪 最迟签订时间 投标保证金 是不是应该是五日啊 说十日肯定有问题 对吧 那C选项 撤销投标文件 啊 然后招标人应当返还 肯定有问题吧 应当是没收 对吧 所以这是有问题的 然后最后说 必须以现金方式 缴纳这个保证金 刚才讲了 推行银行保函制度 没有说现金啊 所以肯定也是错的 正确答案应当选A啊 好 那么3014啊 讲了一讲 这个不正当行为的规定 这个内容里面呢 包括了 呃 属于串通投标的情况 视为串通投标的情况 啊 弄虚作假的情况 然后招投标人 串通投标的情况啊 啊 那么主要是这四个大的模块 那么这些内容呢 要求大家做掌握 我们先来看这个 属于 投标人 相互串通投标 啊 那么我叫头头串谋 啊 投标人和投标人串谋 去投标啊 简称头头串谋 这个内容呢 其实很很简单 啊 有好几种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那么 扩乎一道扩乎 我看内容很多啊 我关键字呢 做了标注啊 这蓝色的啊 大家先看一下简记 头头串谋 那么投标人之间协商约定协同联合行动啊 联合投标 那么他都反映的是投标人和投标人在主观上产生了共谋 所以我叫他啊 主观意思共谋 你一看这几种情况 给你们十秒钟啊 你们把扩乎一道扩乎五看一下 先看一下 你就看 看完以后就发现 你就能马上判断 他是投标人之间主观上确实是发生了共谋的情况 对不对 主观意思共谋 总之体现为 什么呢 就是这一个字啊 为 出现了围标的情况 对不对啊 协商约定协同联合 就是为了围标嘛 对吧 所以叫做投投串谋 然后应试呢 还有一个技巧 还有什么技巧呢 你会发现除了扩乎四啊 说属于同一集团的这个 这个比较特殊 其他的表达都是投标人之间 这是前五个字 那么这个知识点 前五个字都是投标人之间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啊 头头串谋 当然我不太建议大家用最后这种这种方式来来来理解这个知识点啊 大家还是要理解这个围标 这些情况都是在围标啊 或者呢 简记我下边这一行字 这样是比较稳妥的一种啊 理解知识点的方式 总之体现的是主观一共谋啊 翻过篇 我们看相关知识点啊 这两个知识点啊 一个是属于投标人相互传统投标 那么第二个呢 是视为投标人相互传统投标 那么这两个知识点啊 你们会发现考试的时候经常把这两个一共11条给你放在一个多选题里考 让你能区分哪些处于哪些是视为 那大家看视为投标人相互传统 看这前五个字了吧 他的表达都是不同投标人啊 不同投标人 那也是五个字 所以呢 如果题目出的简单一点 那你们就会发现其实很好选择 一看不同投标人就知道他属于视为的情况 啊 那么视为 看到了主观意思不明 因为做的比较隐蔽 这种这种这种串通投标 视为吗 做的并不是马上能看出是主观意思 对不对 所以主观意思不明 但是他的客观行为却是有问题了 我们看给大家再给大家十秒钟啊 你们看一看扩乎一到扩乎六 给你们十秒钟 好 看完了吧 那看完了我继续说啊 客观行为一致 啊 主观意思是不明的 我们上海体现为什么呢 啊 同意单位和个人 有好几种情况啊 同意单位和个人 同意单位和个人 然后 同意单位和个人 对吧 啊 那么这三种情况 看到同意他 不同投标人 投标工作与同意单位和个人有关联 哪些关联呢 投标文件由同意单位和个人编制 那是两个不同投标人的 由同意单位去编制 这是事实情况啊 或者是不同投标人委托同意单位和个人 办理投标事宜 啊 最后一个 从同意单位和个人的账户转出投标保证金 叫事为 串通投标啊 那么投标文件相互混装的啊 报价成规律差异 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意人 那么这管理人员肯定只属于一个单位啊 他不可能是两个单位的人员 对不对 只有一个单位 他有劳动合同 所以说 但是两个单位的投标文件 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意人 这种情况就是事为投标人相互传通啊 所以大家看我的简记 不同投标人投标工作与同意单位或个人有关联 或者规律报价 或者是文件混装 啊 那么这个是事为投标人相互传通投标的情况 好 那么这两个内容呢 大家要做区分 一个是属于投标人相互传通 一个是事为投标人相互传通 那么第二个内容 我们看招投串谋 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 这个就很简单了啊 因为他有了招标人和前刚才讲的属于和事为 投投串谋的情况呢 就不一样了 因为招标人介入了 对不对 招标人能给投标人什么便利呢 无非就是泄露一些相关信息 所以呢 大家就记最后一点就可以 明示或者暗示泄露相关信息 不管是报价的还是其他重要信息 总之 他串谋 串通肯定是给投标人提供了相应的便利 提供了相应的信息 所以他这个内容根本不用记 泄露标底算泄露信息 对不对 泄露标底泄露信息 明示暗示 抬高报价 压低报价 这也是泄露信息 对吧 明示暗示提供方便 这都不用记 第五点也不用看 串通投标的行为 不用看 所以说招投串谋 这个内容要和什么去区分呢 我们看下一个表 招标人和投标人串通投标 刚讲完 明示暗示泄露信息 那么主要和我们上级课讲的 这个限制排斥投标人的规定 我再一上来给大家做了复习 对不对 那说了 差别对待的 设定与旅行合同无关条件的 那么指定供应商非法限制形式 这些都属于招标人 限制排斥投标人的 他不属于串通投标的 那么这两个内容呢 在我们2017年是考了一道题目 把这两个内容混在一起了 所以我特意拉了一个表格 那么大家在2019年 今年的意见呢 是要特别注意 这两个指点的区分 那么第三 禁止投标人以行贿手段 谋取中标啊 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报价 低于成本啊 报价这就是否决投标了啊 行贿这都是违法 对吧 肯定是否决投标的啊 那么投标人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 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 骗取中标 这个内容很简单 那么大家课下做了解啊 课上不说了 唯一的啊 第五点弄虚作假 骗取中标 这也是曾经在某年考到的 但是这个考题呢 就非常简单啊 这个这句话 18年考了 啊 我们先最后再看 先看阔谷 阔谷里面的内容 弄虚作假 骗取中标 也不用记啊 大家不要记 你一看 就是常识判断就可以 为什么叫弄虚作假 伪造变造许可证 这不是弄虚作假吗 对不对 虚假的财务状况业绩 虚假的项目负责人 和主要技术人员的简历 然后提供虚假的信用状况 对吧 其他弄虚作假的行为 是不是不用记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支点的把握啊 不用看这12345 我今天课上讲完 你知道弄虚作假行为 骗取中标啊 就可以了 考试的时候 你一看就知道 这是这个 阔谷12345 属于 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 那么唯一需要大家 要关注的一个内容 就是上面这个啊 以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 扩护里受让或者租界取得资质 那也就是说 你挂靠也好 你被挂靠也好 这种情况 中标了 那么都属于弄虚作假 骗取中标的情况啊 也就是挂靠被挂靠 它属于 弄虚作假 骗标的情况啊 大家呢 要把这一点内容啊 做一个强化的理解 因为你用别人自制去投标 就算是骗取中标了 好 我们做几个练习啊 看17年 考的串通投标的情况 考的是属于啊 这里写的属于 属于不同投标人之间 相互串通投标的情况 那么想到这里 大家一定要知道是 主观意思共谋 对不对 啊 体现出来的就是在围标 那么想一想 这题选什么 是吧 你一看ABCD 哪个是最直接的 就是谁 对不对 约定 这就是关键词 是不是主观意思共谋啊 对吧 相互混装 比较隐蔽吧 啊 项目经理为同一人啊 委托同一单位 或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这三种是不是都是 客观行为啊 所以说都是视为的情况 啊 所以这个题呢 一个单选题 也把属于 头头串谋 和视为 头头串谋 给你 做了区分 啊 一道题 其实考察了两个大的知识点 好 再来一题 问哪些属于弄虚作假 都有啊 17年考的 刚讲完 就算不讲 直觉判断 大家也应该能选对 很简单 是不是 伪造变造 然后弄虚作假 这都都在明面上写的的问题啊 肯定是A和E 但是刚讲完 大家不能停留在直选对的水平 对不对 还要把BCD再看一看 约定部分种标人 这是属于的情况 相互混装 这是视为的情况 协商报价 这是属于的情况 对不对 所以BD是属于 头头串谋 C是视为 头头串谋 A和E是正确答案 这是弄虚作假 骗标的情况 啊 正确答案是AE 好 再来一题 二级考了视为的情况 那就是 客观 行为 对不对 反映的 它是串通头标了 好 我看大部分同学啊 还是能跟得上的 选项 这个这个支持点并不难啊 然后不要多选题 可不要选多了 对吧 啊 这里视为的情况 就不要去协同投标了 要求协同投标 我看有同学选了 D选项 协同投标 是不是主观一次共谋啊 主观有问题了 所以说这个是属于的情况 肯定不能选 对吧 约定 D和E是不能选的啊 其他 前三个 都是正确的 都属于视为 投标人相互传通的情况 ABC啊 好 那么3015联合体投标的规定 那么这个内容 联合体的支持点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啊 那么要求大家呢 做重点掌握 啊 做重点掌握 那么联合体 它承揽工程 承揽的 大型或者结构复杂 特别提示 各位 或啊 不是且 是或 要么大型 要么结构复杂的项目 一般情况下 它可以进行啊 适用于这个联合体投标 啊 因为大嘛 一个工程 一个企业 他干不下来 只能找其他的合作伙伴 一起来去承揽 对不对 啊 可以很好地去理解这个 这个支持点 结构复杂呢 对不对 找有技术实力的 合作伙伴一起去承揽 那么 它的概念 第二点 两个以上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 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 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 共同投标 那么比如说 A B 两个企 组成了一个联合体 啊 那么 他们两个共同投标 做一个投标文件 对不对 实际上组成一个联合体 它是一个身份 那么它中标了 对不对 和招标人是签一个合同啊 不是分别签定合同 就中标项目 向招标人承担的是连带责任 第三 那么 大家要知道 比如说招标文件里写的 你们都要具备 二级总 都要具备二级总承包的这个资质 什么专业呢 比如说市政专业 那么这个时候 A企业和B企业都应当具备啊 所以说 军营具备承接项目的能力 这两个都要具备二级总 当然一级总最好了啊 只能高于不能低于 那么由同一专业单位组成了联合体 资质等级就低不就高 这个很重要 很多年都考了第三点啊 第三条 大家要重点做掌握 联合体各方都要具备承接项目的能力 他们同一专业的情况下啊 那么资质是就低不就高 好 那么45678啊 给大家15秒 你们先看一下 啊 我再讲 像这种内容都好理解啊 我后面就给大家提供关键字 好 我们 看完了吧 第四点还用不用解释啊 联合体协议 他对内的约定啊 规定了联合体各方的权利义务啊 AB两公司 你们享受哪些权利 哪些义务啊 自己内部去规定 对吧 他们都属于投标人 投标一方 投标联合体啊 那么没有付联合体的上节课讲了 否决投标 对吧 第五啊 招标人不得强制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 也就是说 不能够要求我只接受联合体投标 但是 他可以载明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我啊 我写明了 我不要联合体 所有投标人都必须是自己 不能组成联合体来投标 这是可以的啊 不能强制联合体投标 可以载明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啊 大家理解一下啊 这好理解 那么第七点 那么第七点和第八点啊 需要大家做关注 那么资格预审后联合体增减变更成员的其投标无效 啊 说A企业 是吧 他是一个一级 B企业 他是一个二级 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资格预审通过了啊 因为要求就是二级嘛 然后呢 把B企业换掉了 这时候换谁呢 换成一个C企业 C企业是什么 C企业是一个一级企业 结果联合体呢 整个同意专业就变成了一级企业 对不对 联合体的资质就变成一级了 可不可以啊 不可以 因为什么资格已经预审了 就不能再增减变更成员 啊 因为你变更成员以后 还要再审一次 所以说你违背的是 整个招标人的节奏 违背了他的要求 所以这时候投标无效 那么联合体各方 在同意招标项目中 以自己的名义单独投标 或者参加其他联合体投标的 相关投标均无效 意思说 这条说的实际上也就是 啊 违标 对不对 不让你围标 同一项目 联合体去投一次标 然后这两个再分别投一次标 他们就是三个主体 这是不允许的 针对同一项目啊 不能去这么做 只能这一个单位去投一个标 不管是以自己的名义 还是组成联合体去投 只能投一次 如果 多投了 投标就无效 再来讲一讲这个连带责任啊 因为很多年在这里呢 都会出到考题 那么他首先是一个法定的责任 不是约定的 不需要约定 十个字比较简单 对外是一体 对内按约定 按什么约定啊 联合体 按共同投标协议 约定了联合体内部的权力义务关系 对不对 那么对外是一体 对外是谁啊 对的是招标人吧 对不对 联合体 对于招标人 对外它是一体 啊 所以看这个图 假以为合伙人啊 你可以理解为一个联合体 那么他对招标人饼 相对人造成了损失 那么要赔偿损失 怎么赔啊 相对人可以找假赔 也可以找乙赔 这叫连带责任 我想找谁找谁 找你们成员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 除此之外 我还可以任意分配赔偿比例 造成了一百万损失 我找假赔一百 找乙赔一百都可以啊 找假赔三十 找乙赔七十 可不可以 我任意分配啊 那么 赔偿完成后 假乙按约定再行清算 那么可能假说啊 这三十万我都赔多了啊 因为都是乙的错误 这时候呢 这三十万我可以要求乙来 再来返还 都可以的啊 所以对内按约定 大家要知道这个连带责任啊 好 我们做一个题 关于联合体共同承报的说法 正确的是 大家选的非常快啊 正确答案没有问题 选A 那么BCD 这里B是不是错了 大型且结构复杂 错的吧 两个以上 不同资质等级的单位 实行联合体共同同标的 按照资质等级较高的啊 不同的教材上也没有说是按照较高和较低 应当是同一专业按较低 所以这个题肯定是错的啊 那么D选项 联合体中标的联合体各方应分别 对吧 啊 我们说对外是一体吧 应当签订一个合同 对吧 所以正确答案应当是选A 好 再来一题 关于投标联合体资格条件的说法正确的是 这题也是非常简单了 你看13年的考题都是非常简单的 到17年就不是了 13年针对这么如此简单的一个支点啊 这个 这个出题组还要费尽心思去编ABCD四个选项 选什么呀 联合体各方军营具备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 对吧 选B啊 签头单位具备 这不行 一方具备 这也不行 选项由不同专业的单位组成联合体 按照自制等级较低的单位啊 不同专业应当是同一专业才是就低不就高啊 所以也是错的 正确答案应当选B 好 那这个题呢 考了连带责任啊 大家做一做 给大家30秒 题干比较长啊 给大家30秒钟 看完题目了吧 我看大家已经出答案了 这个题就很简单也是属于非常典型的考的连带责任 对不对啊 我们看啊 那么A招标人可以像假主张50万人民币赔偿 没有问题啊 连带责任 100万 我想怎么分配怎么分配啊 对不对 A正确 那么BCD肯定固然是错的了 像丙主张100万赔偿 丙仅承担20万 我们说对外是一体 对内案约定 啊 你是承担20% 但是你不对抗 不对抗谁啊 不对抗人家 这个招标人 对不对 不对抗招标人 啊 所以这个是错的 那么C选项 招标人必须按照联合体协议中共同的比例 分别像 凭什么 对不对 人家是连带责任啊 我不遵从你内部的共同投标协议啊 没有意义 所以说错的 那么D选项 已向招标人赔偿100万人民币以后 可以向丁追偿70万 丁承担多少啊 丁承担20%啊 对不对 应当赔20万 是他自己 应承担的那一份啊 所以正确答案应当选A 好 3016 中标的法定要求和招标投标啊 那么投诉的处理 那么大家呢 要了解一下这个实现啊 扩户一做了解 这个是招投标程序的一环啊 就是公式中标候选人 那么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三日内 公式中标候选人 公式期不得少于三天 啊 说招标人觉得我这个工程非常紧张 那么要求马上签订合同啊 然后马上进场 但是招投标代理机构说了啊 我们不能违法 在评标结束之后 我们要公式中标候选人 最少也要三天 对吧 啊 这个大家简单了解 那么第二呢 就是我们讲到的最后一个意义了 要大家掌握的啊 那么第四个意义 投标人或者其利害关系人 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的评标结果有意义 评标结果有意义 那是什么意思啊 啊 新娘嫁人了 对不对 新新郎不是自己 评标结果 标飞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可以提出意义 那么应当在公式中标候选人期间提出 这三天 你可以去提出意义 招标人应当自收到意义 致起三日内作答 做出答复前 应当暂停招投标活动 啊 这是最后一个意义 大家要知道啊 掌握这个 中标候选人公式期间提出意义 同样都是三日内 去做出回复啊 三日内做出答复 确定中标人 那么这个内容呢 也要求大家做掌握啊 上级课讲了 谁来确定中标人啊 那是招标人的权利 对不对 当然也可以授权委员会 评标委员会来直接确定中标人 那么大家看到 如果说这个项目是 这么个情况呢 是国有资金 占控股或主导地位 那么这时候国家的钱不好花呀 对不对 所以说国家就规定 第一中标候选人 给中标人 所以这时候招标人实际上 他是没有什么权利来确定中标人的 项目是国有资金占控股地位的 那么这时候评标报告里写的 第一后院人 他就是中标人 这是法律规定 那么有这种情况 看第二 第一中标候选人 他不珍惜中标的机会 放弃中标 这是第一种情况啊 放弃了 第二种情况 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 或者不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 那么不提交履约保证金 第三种情况 第四种情况 查实存在违法行为 中标了 结果被举报 举报 他违标啊 头头串谋了 那这个时候属于违法行为 那么这时候他就做不成中标人了 对不对 那要怎么办呢 两种方式 第一种呢 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 依次确定其他中标人为中标人 也就是说第二名补到第一 第二名补位成为第一名 来签订合同 可以的 还有一个 重新确定中标人 啊 招标人就觉得第二名不行 就喜欢第一 结果第一名就放弃中标了 那这个时候呢 可以重新再进行招标啊 重新招标 大家要知道出现这四种情况的时候 有两种处理方式 后者补位 或者是重新招标 要掌握的啊 那么第三点啊 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呢 理解为这个啊 我写到上面啊 这边 理解为 资格再审 这是资格再审的情况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 我我给他起的啊 啊 自己自己个人起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讲到了资格预审 又讲到了资格候审 那么大家看资格再审 原则上这种情况是不应当发生的 我们看 中标后人的经营财务状况 发生较大的变化 或者存在违法行为 那么招标人认为 可能影响履约能力的 那么他已经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了 影响履约能力 对不对 实现不了招标人最终的意图 那么这个时候 在发出中标通知书前 啊 就是他还没有公告天下 告诉谁中标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由原评标委员会 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的标准和方法 审查确认 那么也就是说 重新再对他们的履约能力 啊 对他们的资质情况 啊 对他们的盈利经营情况 进行审查 所以说啊 叫资格再审啊 大家知道这种情况的原则上是不应当出现的 而且他出现的时机 看到了啊 是 评标报告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因为已经有了中标候选人 然后呢 还没有发出中标通知书之前 所以这个时间段其实是很短的 啊 在这个时间点上 有可能出现资格再审 好 我们做一个题 关于确定中标人的说法正确的是啊 这是17年考的一个题目 这个题也比较简单啊 大家看一下 关于确定中标人的说法正确的是啊 A 招包人不得授权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错的 可以的 B选项 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的 招包人必须 这里说必须 刚才说了有两种解决方案 对吧 重新招标指其中一种 C 确定中标人选 那么招包人可以就 投标价格与投标人进行谈判 啊 这个 不能谈判吧 对不对 啊 所以正确答案只有D啊 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前提是 国有资金占控股地位 或者主导地位的啊 所以正确答案是D选项 这个题就属于很简单的题目啊 啊 啊 那么再往下看 中标通知书和招投标情况的报告 啊 先看又一个15天 我在讲第二章的时候给大家讲到过一个15天的概念 对不对啊 那么相关的建设单位啊 或者是施工企业 总之参见的各方和政府部门 这里说的啊 行政监督部门是不是政府部门啊 行政机关 对吧 他的办公室线 有很多都是15天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招标项目 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制起15日内 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提交书面报告 又是15天 后面我们还会讲很多15天啊 比如说呃 军工验收备案 对吧 啊 就是15天 比如说拆除工程 15天要报备啊 这些都是15天啊 大家呢 这个如果说觉得这个实现不好记 啊 那么 考试的时候又出现了这种实现的题目 你看看是不是和行政监督部门 或者行政部门有关的办公室线啊 那么这个是你可以去大部分15天啊 但不是所有啊 履约保证金需要大家掌握 那么看我下面这个表就可以 我特意把投标保证金也给他放过来了啊 从上从前面的指示点给他啊 移植到这一页的内容 就是为了让大家呢 啊 一并来掌握这个投标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 首先看提交人 投标保证金是所有投标人都要提交的 不提交的 那这时候他都不能参加到开标过程 对不对 因为他是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啊 啊 那么中标人 他才有权利去提交履约保证金 而且是应当提交啊 这个大家要知道 中标人应当提交履约保证金 那么他的额度上边说了 投标保证金又在说估算价是基数 2%不得超过80万 那么履约保证金是合同价啊 就是中标人的投标报价 10%啊 教材上只写了合同价的10%啊 但大家一定要也要知道 这个知识点不能学死了 中标人的投标报价就是合同价了啊 那么不得超过10%是履约保证金 那么一个是从开标到签订合同 对吧啊 当然这个签订合同是一般情况 也按招报文件的规定 另外一个就是签订合同到竣工 签订合同履约保证金嘛 一直到竣工验收合格 履约了 对吧 好 我们做一个题 18年啊 刚考过的关于履约保证金的说法 正确的是 大家看这个题选什么 啊 选B 对不对 选B 对不对啊 履约保证金是为了保证中标人 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完成中标项目而设立的 这就是概念吗 对的 那么ABC错哪 不得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保证金啊 我们说这肯定是不对的 对吧 而且中标人是应当提交的 履约保证金的金额没有法律规定限制 那这10%是哪来的呀 对不对 合同价10%是最高限 那么D选项 不鼓励施工企业银行保涵方式 说了推行银行保涵制度了 对不对 所以肯定也是错的 正确答案应当选 第二个啊 B选项 好 大家看这题 某建设工程施工项目 啊 开标会议上公布的标底 6200万元啊 最高投票限价6600 万元 中标人甲 投标报价为6000万元 啊 则招办人可以要求甲提交的 履约保证金额度 最高为 那首先履约保证金的额度 10%对不对 那么它的基数是什么 合同价 啊 以及中标 人的投标报价 那么中标人甲 投标报价多少 是不是应该以这个为基数啊 所以很简单 600万对不对 选C啊 所以这个题考的是概念啊 特意出了这么一道题目 把标底给你写上 啊 最高限价也写出来 是为了给你混淆你的概念啊 看你概念是不是清晰啊 正确答案是C 那么招投标过程中的四个意义 这个支持点要求大家做掌握的啊 很重要 所以我拉了一个表 那么上节课讲了前三个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按照程序来讲 先是资格预审 资格预审是发布资格预审公告的 对不对 里面会写清楚资格预审截止申报的时间 所以它的意义应当是最迟在提交截止截止文件 两日前提出 同样招搭人三日内作答 那么招标文件是提交 招标啊 提交投标文件 即使时间十日前提出啊 这是两日十日 招搭人也是三日内作出答复 收到意义三日内作出答复 那么开标的意义是现场当场提出 当场回答的 书面记录也要有 那么评标结果意义 这是这节课讲到的 那么是在中标候选人公事期间提出 同样招标人也是三日内作出答复 那么针对这个四个意义 如果在这四个环节上 那么投标人有意义的 不能直接投诉啊 要先向招标人提意义 只有招标人答复不满意啊 说这个对招标人答复不满意不服 那么这时候可以进行相应的投诉 针对这个表格我们做一个题啊 刚刚讲完在招标过程中 关于投标人提出的意义的说法正确的是 那把这个知识点 汇总梳理了一下出了一个题目 大家看这个题选什么 这个题出的就比较散了 对吧 知识点也很散啊 然后把它汇总到一起梳理了一个表格之后 出了一道题目啊 大家的选项也很散啊 我看到 还是有一部分学员做对了啊 知识打的基础还是比较牢的 通过这个题 我们再把它的一个知识点再夯实一下啊 那么我们看A选项啊 资格预审有意义应当在发布资格预审文件期间提出啊 这个一预审意义应当是截止时间两日前啊 截止时间两日前提出 那么B选项对招标文件有意义的除投标人可以提出外 恋爱关系人也可以提出正确 C选项对招标文件的意义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10日吧 对吧 选项评标结果有意义可以直接进行投诉 刚才讲了 不能投诉要先提出意义 向招标人提出意义 招标人回答不服的可以投诉啊 那么开标有意义的当场做出答复 对的 当场提出当场作答啊 所以这一题正确答案应当是B和E